《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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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 漫画家 由於《冬英》 I'm doing this film 我夢想看在《作品》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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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看他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不只看到有恐怖的故事 我其實看到很多他對於社會議題的碰觸 當年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是帶有非常大衝擊力的 我沒有想到人性可以開外掛到這種程度 很多長春人的學子以及矽谷的工程師 他們都是有在使用聰明藥 他會提升你的學習效率以及工作效率 但相對他會有很多副作用 但是他們會為了這些好處 想盡辦法取得這些藥 來提升自己的能力以及學習成績 對我來說他就是人性的一種偏執 以及慾望的呈現 就設定了一個升學背景的小鎮 然後就開始發散這個故事的脈絡 這位是伊藤龍樂首次的《生人亞洲影集》 好幾個短片融合成一個 我們現在的這個新的世界觀 但又要保留原本原著的精神跟元素 編輯其實是擔心這個故事 伊藤老師不會通過 就我們等了蠻長的時間 所以其實中間有一度會覺得 是不是我們就要開始想其他的故事 最後伊藤老師回了一封信 然後沒想到老師 就是伊藤老師是非常喜歡這個故事 我們必須顧及整體人物的造型呈現 以及他需要特效輔助的地方 布景上面也花了非常大的 力氣去講究他的細節 我們必須把這些角色他們身處的 每一個屬於他們的空間做出區格 伊藤老師的畫風裡 他比較特殊的部分就是 他會有很多集合的線條和圖形 我們就把這些元素作為一個規整 盡量去還原這些特色 我們後來真的選到的那個場景是在萬里 你要在那個地方找一個地方 然後把教室的走廊 衝刺幫給搭出來 最後一把火給燒了 這東西就是有很大的難處 但最大的困難還是預算 我在劇裡面有很多原作的經典場面的重現 那邊我就會希望把它很用力的 盡量呈現到最好 富江的雙頭其實是很經典的名場面 我希望它還是跟原來這個樣子是有點連結的 不管是鼻子 嘴巴 眼睛 都是一模一樣完整複刻出來的 我們的東西盡量是希望以不干擾 不影響 讓演員可以發揮更多他們的表演 我們考量上的設計是說 能越勤越好 能越讓演員可以自由地做出擺動 越朝這一個方向多想一分 那演員他的表演就可以多替他增加一分 劇組預期可能可以真的拍個真人 到時候把它放大 再去做脖子的斷面跟氣球的綁線 但後來我們去現場發現 這方式果然不可行 這個畫面就應該是用全CG去表現 就像我們做出來的畫面 不管是角色跟場景 舒米看到的時候會覺得 哇真的是跟想像中一樣 或是哇真的是無法忘記 甚至成為陰影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成功的地方 在演員的表演員可以做出擺動 也有很難的地方 如果要演出 就能夠適合演出 我希望聰明症可以透過他的知名度 讓我們這個故事 能夠在全世界都有人願意去觀看 觀看之後更能夠了解到台灣的文化 或是我們想要傳達的故事 台灣其實是有能力製作這樣子的類型題材 這部聰明症我覺得也會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重點 現在很高興我們終於在第一部拍攝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其實面臨的難關也是如何用最好的特效 去呈現接下來的這些經典畫面的完成度 我們其實需要時間 需要給他更多的資源 他才能慢慢的把它雕琢出他最細緻的樣子 就也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作品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把伊藤老師的經典畫面給 很原字原為呈現出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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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